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使是这样看得到 上帝是这样看得到 死已经不再做你的主了 所以你是有永生的 所以这个是truth 你要先懂那个事实先 你有永生 不要怕死 不要为了怕死而活 你已经有永生了 罪已经不再做你的主了 保罗就这样讲 对不对 这个是truth 罪已经 虽然 你说牧师啊 但是我还会犯罪耶 我犯罪 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又发笔记了 我又却去了 对 你早上又发脾气了 但是罪不是你的主 你可以了解这句话吗 这个是很奇妙的 保罗在讲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你的属灵的生命 你不要用你的情感来认识这个东西 你不要用你的体验 你的软弱来认识这个东西 你要先知道 你现在站在哪里 你是什么身份 怎样的尊贵 先明白那个 所以人堕弱之后生来 他不明白属灵的东西的 他是怎样 感觉怎样 就怎样 我没有钱就是穷 我难过就是自怜 就看自己是这样 对不对 我的家庭背景不好 我就是卑贱 只有这样看自己 但是灵里面的生命他不明白 他好一点的时候 他不明白 灵里面的生命 你是完全堕弱的 现在重生了之后 你现在条件好像不太好 但是灵里面是尊贵的 很奇妙的 然后你这个灵里面的生命是这样尊贵 最不再做你的主了 所以你的这个本生命 是不能被世界满足的 是吗 牧师 我真的不能被世界满足吗 我还是很贪玩 我还是很贪爱世界 我每次去shopping的时候 看 哇 这个手提袋 很想买 我每次看到这手表 很想买 我还是很贪爱世界 各位 这个就是你自己里面 你感觉的 跟现在上帝讲的不一样 上帝现在讲的是 这个东西啊 无论怎样不能满足你的 你现在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在跟罪争战 罪在恋慕你 这个世界的财物 名利在恋慕你 所以你感觉到 我真是苦啊 但是有时候好像跟这个东西争战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你知道吗 你在多得 你里面有一个部分 是不能被满足的 你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 这个世界的人 得了 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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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是不一样的 好像罗德一样 一进到索多玛尔摩拉 虽然他是被那个罪恋慕 进到索多玛尔摩拉 一进去 看到这样的人 看到这样的罪 所以他是很痛苦的 因为你先明白你的属灵的生命是哪个 然后你不在律法之下 虽然你现在已经有软弱 但是你不在律法之下 上帝不是用律法来判定你 你在恩典之下 这是你的 spiritual reality the spiritual state 如果现在你马上死了 你的肉身脱去了 你马上开眼睛的时候 哦 原来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尊贵的 各位理解吗 但是你现在还活在肉身的时候 有情欲来 有世界的环境 有撒旦的控告来 引诱来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 你只有感觉到很辛苦 在征战 各位理解我现在要讲的两个层面的东西吗 这个两个层面是很重要的 很多基督徒现在不能过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是其实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们在欺骗的状态 他们被自己的软弱欺骗 他们因自己的无能软弱失败啊 没有看见自己的生命现在已经坐在宝座上 被这样的属灵的事实围绕着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问题现在我要解决的东西是这个 注意听 尤其我们听到圣经的有一些道的时候呢 这个是truth reality 这个叫属灵的事实 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属灵的经验 experience 这个叫经验 这个两个东西每次不相配的时候呢 我们很辛苦 因为你已经不在罪以下了 你已经不在律法以下 还在恩典以下 你是这个荣耀尊贵的神的儿女 与基督同死同活了 保罗讲这个了对不对 这个叫属灵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我的属灵的经验告诉我 我是这么软弱 这么容易受控告 这么容易爱世界 所以这个结呢 如果你没有解开啊 你对上帝不能正直的 你不能正直的 你是永远一直处在 处在一种好像 我虽然是但是不像是 到底我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不对 各位注意听啊 所以上帝呢 注意听 上帝把有一个属灵事实告诉我们 你是这么尊贵的 这么荣耀的 并不是要告诉你 你看你看你这个样子配吗 你配吗 我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孩子 你这么软弱这么不听话 你配着我的孩子吗 我会不会这样跟我孩子讲 不会的 我会告诉他什么 孩子啊 你看看你是谁 你看看你是谁 谁是你的父亲 谁是你的赏赐 你看你看 你现在在恩典之下 还是律法之下 你看看你跟罪 罪跟你有关系了吗 上帝已经全部付代价了 你看你看啊孩子 你回想一下 爸爸是怎么爱你 怎么赏赐你 所以当你看了之后呢 你就会receive 灵的东西是你要看 当你看一个事实的时候 你receive 你灵会的时候呢 你的尊贵 从这个尊贵的心灵呢 你伸出尊贵的举动 哎 对了 我是这么尊贵的 这个贪小便宜 那贪了一点点钱 能够叫我开心吗 看一种不洁净的东西 那种肮脏的东西 能够看了之后 能够满足我 就是朝上 晚上这样的生活 得过且过 尊贵的人做的东西吗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世界有一点利益 我就把自己的灵魂卖去 哪里可以这样的东西 当你看到那个尊贵的 那个形象 在你的身上 有尊贵的心灵 你才会弃绝悲贱的事 了解吗 当上帝把一个属灵的事实 讲告诉你的时候 并不是要告诉你 你不配 你这个做基督徒不配 我们每次从小 在教会长大的人 每一次听牧师讲话 你这个亏欠主恩 你这个白占土地 你这个不可以做基督徒 就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哇我们心里面就矛盾了 到底我是不是已经 我已经属于主了 那种对不对 但是很多牧师没有解决现在 我们心里面真的 我们在肉体活 天使是没有这个东西 天使是怎样 他们信什么就这样做 对不对 没有试探 我们人有试探 我们人有血气 但是呢 我并不是给我们借口 但是我们要看 我跟各位说什么叫看 圣经 圣经今天说什么 你们要在基督里 向罪看你们是死的 在基督里 向神看你们是活的 各位了解吗 这些话 看 回想 确认 回复 你是谁 你的尊贵 所以从这个尊贵的心灵里面 你发现 有一点肮脏的 污秽的 贪小便宜的 什么的 这些东西 不来 不做 为孩子的很多的 他们的小小的问题来忧烦 担心他们的前途 除了弃绝这个东西 尊贵的人 怎么能天天想这个东西 来担忧这个东西 所以弃绝 不是牧师叫你弃绝 乃是你的尊贵的心灵叫你弃绝 听得懂 这个叫你 你胜过罪 你一定要过这关的 这个也可以说就是你的祷告 所以各位你知道 你当你听了神的话 当神的话把那个I do 那个I do 很完美的 荣耀的尊贵的形象告诉你的时候 你不要听 懂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祷告的话 不要讲你是会有做牧师 还是什么 你信主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世界呢 是有一种力量 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 这个世界有个功德主义 人本主义 对不对 成败主义 它是天天要吞吃你 把你的眼光 把你心灵的眼睛 变成卑贱的 把你reduce you to very lowly 那个很卑贱的人 所以你很卑贱的时候 在钱底下 在名誉底下 在孩子的血液底下 什么都是看不开 什么都担心 各位了解吗 有一种灵 有一种势力 是这样天天要吞吃儿女 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把 那个absolute truth 那个真正的属灵士 一直讲了之后呢 然后你们要看 这个就是你们的祷告 你们的反思 所以我很多时候 各位 你们没有发现 因为我现在是在教会里面 我是牧师嘛 弟兄姐妹都听我讲话嘛 所以比较 我不用用力的 自然都是 大家都会听我的 但是我去到社会的时候 我跟我中学同学吃饭 我跟我的旁边的人 在一起 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呢 各位其实你们知道吗 要祷告的 如果你一不祷告 你被人的地位压了 你这个人就这么年轻 他赚这么多钱 哎呀 看自己的时候好像不太像 你就被压了 哎呀 他们这么有学问 他们是博士 你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 就被压了 很快的了 这个世界有这个力量的 就会慢慢感觉到 好像人看不起你 你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很多是这样 我告诉各位 你要祷告的 你要看 一直要看那个事实 不然你做不出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你做不出 你的每一个的讲话 你的每一个的表情 你的每一个的 你活出一个角色的时候呢 就是很荣耀的 像主耶稣基督 虽然拿撒勒长大 虽然木匠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荣耀 这样的喜乐 这样的尊贵的心灵 祝福罪人 也斥责有学问的法利塞人 无论怎样 在众人面前 他只有听重复 各位你要学主耶稣的心灵 主耶稣基督的 他的荣耀的样子 这是你在心灵领会一次 然后你继续要看 继续要祷告的 没有一个人在地上 如果他没有继续看 这个属灵的事实 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荣幸 如果他少看 他自然没有能力的 现在你们一打开网站 就这么多东西试探你 一打开这个电脑 一打开很多新闻 这么多东西叫你惧怕 这么多东西叫你比较 你能够尊贵的心灵保守 对吗 你问你自己 对不对 尊贵的心灵 才能做出尊贵的举动 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positive thinking 自己什么都不是 你是可以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世界的positive thinking 但是我们基督一定要按着真理 第二 各位你要一举一动 活出新生的样子 还有第二个奥秘 就是 在罗马书五章六章 一直强调的 就是 一个人要活出圣洁 荣耀的样子 一定是靠 不是靠着律法 不能靠律法 你一举一动 活出新生的样子 不能这样律法的 要用恩典心灵 恩典心灵的运作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什么叫恩典心灵的运作 就是一个人得到一个尊贵的心之后 但是他有肉体 他会软弱 但是他来到神面前 他不是怕神 他是爱神 各位了解吗 不要怕 很多人怕犯罪 爱神 我的孩子怕我生气来做好事 跟他爱我来做好事 不一样的 他爱我做出来的 有能力 我喜悦 怕爸爸生气 怕爸爸生气 怕这个 然后做这个 他没有权柄 所以各位 不是怕神 爱神 不是靠意志 自己的意志 乃是靠圣灵 圣灵是恩典来的 对不对 恩典的灵 赐给你能力 赐给你智慧 赐给你帮助 坚强你软弱的心灵 所以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 你们立志行事 成就他的美意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先在你心中运行 各位 神拯救了我们之后 他一直没有停止的工作 是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 然后宝座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一直感动我们 纠正我们 指责我们 安慰我们 所以你要听那个声音 不是这样容易 你听到你的配偶骂你的声音很容易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听到 那个宝座上安慰你的 扶持你的 那不容易的 所以 菲利比书说 你们要恐惧战精 你们要恐惧 你们要敬畏神 你们要 这个世界的人士 哪里有好吃 哪里有好玩 基督徒是 灵里面有一种恐惧战精 灵里面 灵里面 不是表情 不是情绪 灵里面有一种恐惧战精 谨慎的意思 主啊 你告诉我要做什么 主啊 今天要怎么 带着怎样的心态上班 主啊 今天要面对人 有怎样的智慧面对 所以他的心灵里面 是一直由恐惧战精 要做成他得救的功夫 要听从那个时常感动他的主 各位这个就是你心灵的功夫来的 用恩典的运行 他天天在帮助你 你天天在领受 每时每刻领受 所以信仰生活呢 你不能习惯了 你习惯就是死了 因为昨天的事跟今天的事不一样 三个礼拜的主日的信息 跟这个礼拜的主日的信息 今天你习惯了 连牧师的声音都习惯了 那个时候呢 你开始失去恩典 很简单 换句话说 你开始领受不到恩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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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